还有关心少年派题换漂流 李安就以这部片子荣获奥斯卡四项大奖 台中市政府特地发放了荣誉市民奖章 由李安的妈妈跟弟弟李刚导演代为领奖 此外呢 希望当中的市长胡志强也出席 他特别是颁发奖感谢状给陈文切 感谢他把已故外婆的追思会奠仪一百万 捐给李安当作来台勘解费用 李安导演的母亲和弟弟李刚 代替李安领奖刚动完心脏手术 还在修养中的市长胡志强 亲自颁发荣誉市民奖章 另外也颁给陈文切女士 和他已故的外婆和庄美秀老夫人感谢状 胡志强市长还特别说明 天上掉下来这一笔捐款 我觉得文切可不可以同意我 指定做电影用途 协助台中推广 他说我们捐就捐了 随你怎么用 于是李安就带人来了 这一笔钱是用我外婆的名义捐赠 所以我觉得是外婆分享了李安的荣耀 另外所有参与演出的工作团队也都接受表扬 其中首度露面的是少年拍的替身瑞吉 他是东大腹中的老师 却不是印度人而是南非人 对于美国CNN特例报导 李安在得奖感言特地感谢台湾 CNN表示这是台湾现象 李刚也转述李安的看法 他对所有被边缘化或者被挤压或者什么东西 李安好像代表了一种良善跟一种希望 跟一种大家心里的温暖 而李安的妈妈从头到尾都是笑容满面 她说很欣慰李安为台湾做出很好的贡献 一电视红联会张哲元台中报道